5万买硕士,20万买博士,30万买人才身份,能进体制,能当高校老师,还能享受直接落户,租房补贴,购房摇号倾斜等人才优惠政策,在史上最难就业绩,大量走后门抢走韩门公平机会的,不只是某些明星,还有千千万万这些利用灰产,甚至把灰产发展成亿万产业的中上阶层。 前两天多个高校被爆出招聘韩国留学12天的博士,比如河北邢台学院被爆出招聘13名韩国留学回来的博士,大部分来自韩国又是大学,其实2019年央视就报道过,中国学生花20万就能去韩国读博士,12天就能完成一个学期的课程,去兰详学挖掘机还要35天呢。 而这样的留韩博士,去年中国有超过8800人,比三年前整整翻了两倍,算起来每年中国家长给韩国诉讼将近20亿的留学费,同时每年高校也会有八九千个岗位被这样的博士拿走。 为啥呀?留学博士学校能给自己贴金,夸大师资力量,以谋得更多办学资源。 不仅有留韩博士,不久前湖南上阳学院花1900万引进23名菲律宾博士,此外还有马来西亚,泰国,韩国,白俄罗斯等地的博士硕士, 好录取,学制短,好毕业,最便宜的5万块钱,上上网课,再加一年就能在马来西亚拿到一个硕士,更好的是好就业, 因为考工,考编,落户和进国企,这些最卡学历了,现在5万块钱,上上网课就能买到捷径, 轻而易举地绕过高考这座公平的独木桥,有点钱的人谁会不做呢? 因此现在留学那叫一个火热朝天,除了韩国,马来西亚留学也是数以倍增,官方发布的留学数据显示, 2022年第二季度国际新增比2021年同期增加40%,总人数达到9123人, 其中来自中国的有3949人,比21年同期增加了49%, 而这些学历不仅是工作的捷径,还是房子的捷径, 北上广均有硕士落户优惠政策,杭州有摇号倾斜的政策, 在这样的背景下,上海可落户硕士,杭州30万代办可咬网红盘人才等等业务随之诞生, 抢到红盘,成本一下就赚回来了,此外,学历还是相亲的捷径, 在相亲市场上再胜过韩门一筹,发现没有, 一张花钱买来的学历证书把不同阶层的人生一下拉开了, 当韩门还在起跑线上苦苦挣扎,埋头苦读数十载时, 好不容易跑到跑到尽头,以为和有钱人家孩子在同一扇大门前一起进入人生新篇章时, 却发现有钱人家的孩子已经在捷径面前人满文化, 韩门只能苦苦相望,真心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注意到这件事情, 现在教育是相对公平了,但学历是越来越不公平了, 急需管制啊,你觉得呢?